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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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猪无害化处理做法 考察结束之后 胡胜福 谢华等一行人前往乌镇 苏州 上海等旅游景点游玩 两人因此产生的费用4600元 由区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促进会支付 2018年5月 胡胜福 谢华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两人违继所得被收缴 厦门火炬管委会火炬招商中心企业服务部安全员林长青公车私用问题 2017年7月28号 林长青在下班后驾驶公车参加私用活动 2018年2月 林长青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并补缴费用 通报中指出 这三起典型问题反映了极少数党员干部仍心存侥幸 对中央和省委 市委 三令武申置若妄文 不收敛 不直指 触犯纪律底线 必须予以严肃查处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通报的典型问题中汲取深刻教训 引以为戒 本台记者报道 接着来看 为了加强对我是二次供水卫生的监督管理 保证居民饮用水卫生安全 近日我是卫生监督部门 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二次供水专项整顿 眼前的这个二次供水点 位于吉美区万科里金玉华府小区内 承担着小区内18至20号三栋住宅楼的二次供水 下午卫生监督部门的检查人员来到这里 对二次供水的水质情况进行监督抽检 在现场检查人员首先对这个供水点的水体进行抽样 并通过携带的多功能水质检测仪 对水样的浊度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是0.6 国家标准是1 低于1下都是合格的 随后检查人员还对水样的游离余率 酸碱度等判断水质情况的项目 进行了现场快速检测 检测结果都显示符合相关标准 记者了解到从本月起 卫生监督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二次供水专项整顿 截至目前全市共检查各二次供水单位435户次 在检查过程中卫生监督人员发现 我是二次供水卫生情况存在着新旧两极分化的趋势 绝大多数新小区二次供水的维护管理都比较到位 但是部分老旧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存在一个设置设备老化 那有可能出现一个比如说跑帽滴漏啊 比如说水管破了等等设置设备没能维护 小区的饮水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犯 对此检查过程中 卫生监督人员对这些存在问题的小区 开具了行政执法文书 责令小区物业整改 而对于部分没有物业管理的小区 卫生监督部门通过考评的方式 通告给各级政府 由郑街或者居委会 督促成立业委会或者招聘物业公司 来加强二次供水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 记者了解到 截至2017年12月 我市二次供水设施数达1910家 涉及使用二次供水的居民超过160万人 在2017年度统计水质检测中 合格率为97.10% 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记者 萧欣 黄州报道 今天是端午节 首先祝大家端午安康 俗话说 清明插柳 端午插爱 过端午除了有粽子之外 还有昌樸艾草这样的标志性植物 端午过后 马上就要迎来炎热的夏季 因此从古至今 人们在这个日子里也更加注重养生 具体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上午 记者在槟榔菜市场里看到 不少店家和摊贩都看准端午商机 售卖起艾草 昌樸等植物草药 生意也是特别的好 最常见的是用艾草 昌樸 榕树 柳树枝等捆扎好的组合 人们会把它们悬挂在门口 当然 店铺中也可以买到散装的艾草 艾草比较有样 艾草它可以烧水 洗澡 那个气风湿之类的 湿的一般是挂门口的 那个干的是洗澡的 汽邪的啦 家里一般我们下面人熟悉的是固定 要买这个挂挂的 出门平安啊 它可以炖肉吃也可以煮鸡蛋嘛 这个比较去湿毒 炖出来很香很好喝 端午节这一天 小孩子用这些草药泡澡 就皮肤好 反正都是传说吧 老一辈这样传下来了 就跟着传吧 看来艾草的确是人们 特别钟情的植物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艾草有驱除蚊虫 温精通落 瓶喘阵壳 去湿散寒 消炎止血等等多种功效 到了端午 蚊虫滋身 人体一湿热 此时的艾草 正是可以发挥它的药用价值 艾草里面呢 有很多的挥发油 这种挥发油 可以对抗这些 我们讲驱蚊啊 驱虫 所以我们为什么端午节的时候 经常会 老人家都会拿很多的艾草 给我们煮一煮 用来洗头啊 洗澡啊 挂在门口 目的就是一个 用来清热去湿 解毒 刚才讲的一个温精通落 温精通落 我们日常当中就是用来 对一些风湿性的疼痛啊 关节炎啊 还有一些妇科疾病 我们未尝到的疾病 都可以用到这个 癌 医生介绍 除了食用艾草外 端午不少民俗 也有它实力养生的意义 比如吃粽子 是由于食用适量的糯米 能够温暖脾胃 补中益气 赛龙粥 则是由于适量运动和出汗 能够帮助人们排出体内湿气 排出毒素等等 由此可见 这些与端午相关的民俗传承 除了文化价值外 更蕴含着先辈的生活智慧 有着强身健体的养生价值 春夏养羊 所以春夏季节 更应该吃点温性的食物 不能吃太多寒凉的 睡眠方面 就是慢慢地要早睡 早起 早起很重要 因为人早起 它的阳气才会慢慢地生发 就会帮助人一整天 振奋人的精神 那早起完后呢 我们运动 运动建议也是做适度的运动 不要太过剧烈 第三个就是心态 心态方面要保持平和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也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下午 我是高速公路和铁路方面 都迎来了返程高峰 由于这两天一直在下雨 也给道路交通造成了一定影响 我们来了解详细情况 下午两点半 记者来到神海高速厦门收费站 虽然此时站内的收费通道 已经打开了一大部分 但初高速的车辆还是排起了长队 工作人员介绍说 今天中午一点左右 神海高速就已经出现了一次返程小高峰 为了应对傍晚即将到来的大车流 站点工作人员正在调试 临时收费通道的设备 随时加开临时通道 记者从福建高速厦门信息中心了解到 从下午三点开始 神海高速厦门与泉州交界路段 往厦门方向的车流量逐渐开始加大 而姓林收费站也已经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 预计今天返程车辆将主要集中在傍晚五点到八点之间 工作人员表示 虽然整个端午小长假期间的车流量比平时有所增加 但整体情况较为平稳 第一天的我们这个假期 大概我们厦门市进出的流量在24万左右 昨天是23万左右 那预计今天可能这个流量也是会在24万左右的一个流量 跟平时的周末的节假 周末的这种流量相比大概增加10%左右 记者了解到 由于这两天我是一直处于阴雨天气 所以高速公路上的事故率也有所增加 事故基本都是刮蹭追尾等 工作人员提醒驾驶员雨天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铁路方面 下午4点 记者在厦门北站出发大厅看到 这里已经是人头攒动 不少旅客说 他们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来厦门旅游的 所以行程安排也基本都在今天下午返程 之前是明天回去嘛 然后下大雨没得完就回去 所以就改到今天了 对对 那改签的时候票好买吗 好改吗 用软件买还可以吧 去深圳北 去深圳啊 票好买吗 不是很好买 我没抢到吧 我觉得因为可能端午点嘛 人比较多 然后但是后面我就买了个中途的 再上去补票吧 记者从铁路方面了解到 今天厦门站厦门北站 预计发送旅客10万人次 为提升运力 今天铁路方面也加开了多趟前往福州 龙岩 深圳北 重庆北等地的列车 同时在车站 后车厅站台等处增派人员疏导旅客 并在售票厅小白鹿服务台 加强服务保障 记者雄伟 王汉阳报道 另外今天是6月18号 618也是电商们促销的日子 为了秒杀网上心仪的商品 昨晚不少朋友也是熬夜到凌晨 从传统零售的角度来看 每年的6月中旬和11月中旬都是销售淡季 那么电商们在弹劲里打出促销的招牌 效果又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软件员27一家主营化妆品业务的电商公司里 从上午10点开始 墙上的大屏幕就实时更新着营业额数据 短短两分钟 营业额便从5万多元上升到8万多元 记者了解到 为抓住618促销商机 他们在淘宝和天猫入住的三家店都做了大幅度的优惠促销 工作人员预计 今年的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将增长30% 对比平时将增长50% 为此他们不仅多准备了比平时多一倍的货 也在人力和物流上提前做好了调度 多派了大概15名以上的人员过来支援我们的客服这一块 那物流调度这一块 我们的物流有一个专门的参阻在这个祥安那边 这一块我们也是所有物流的人员都有来加班 京东方面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今天凌晨0点10分 京东全球年终购物节 累计下班金额达1275亿元 以超过去年整个618活动期间的成绩 线上电商大规模促销 线下各实体店也不甘示弱 上午在国美电器门店里记者看到 眼下正是空调热销季 店里已经打出了各式各样的促销广告 一些消费者也敢在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前来选购 十几天自己能看到吧 这样更放心一点 然后更详细的去了解 他们今天是全晚比价 然后价格上面应该是 就是说晚上线上线下应该是差不多 我们这几天整个销量在去年的同期 我们应该是递增了10% 希望消费者在买的时候 能够多对比整个参数上 包括我们的价格上多去对比 因为这样的话 他能更选择自己更新移 并且买到更实惠的东西 专家表示 在促销一派火热的情况下 电商平台和商家 也应该不断强化自身的主体责任 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以次充好 以假充真 而是要注重提升服务品质 通过延长退货期限 无理由退货 建立简便的退货机制等手段 来降低退货率 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 我们有提供了一个 31天无理由退货的这样的一个 政策 你对于这个产品的使用度 不太满意 我们都可以有这个物理 有退货的一个权利 给顾客去进行指引 真真实实地通过 卖厂的一些实体摆放 他已经感受到 在他家的整个摆放 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基本上呢 买回家也就是这样 应该整个退货率上 我们是不会说有低增的 本台记者报道 下一节目将看到 车没上锁 钥匙放车上 一男子趁机倒走轿车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曾几何时 厦门的扎土运输 还处在老百姓 谈吐方车色变的窘境 而今不仅政府自上而下推动 众多扎土运输企业 也开始自律 自觉喊出了绿色扎运的新声 今天的市中寻报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本月已经成立三年的 厦门市建筑扎土行业协会换届 这三年当中 协会自律成效卓著 二十个协会成员 囊括了厦门市规模最大的 主要扎土运输企业 这些企业通过这一自律组织 逐渐蜕变 从去年七月份开始 协会成员拥有的总数为 1331辆土方车 开始大换血 到目前已经有1100辆 老式土方车 换成了眼前这一新型的 智能扎土车 更换率达到了80% 作为新一届当选会长的 叶永斌表示 将一如既往推进这一绿色工程 这20%就是您的目标是吗 对 是我们协会工程的目标 把岛内外全部都推向80公分 尽量为下门的环境 多做一些贡献 所谓的80厘米 就是新型智能扎土车的标准 在这一标准之下 上路的扎土车可以实现 不超载 不洒漏 许多危急城市安全和环境的隐患 得以消除 再加上挡板感应 自动限速 目的地限定等智能控制 扎土运输开始变得规范 我们的历史从短时间的经济 会增加一定的费用 但是作为长远的来划算 这个我们投入是比较好的 是对整个下面市 对整个人民市有划算的 目前在市建设局 市扎土办的推动下 在扎土行业协会的自律下 岛内已全面推行智能车运输 但在岛外 这绿色扎运的推行仍举步维艰 也希望政府给我们一个肯定 大力发展到外区 这样子确实推动 记者 刘华报道 接着来看 6月3号上午 莲花五村附近一家 修车行的老板报警说 自己昨晚将一辆比亚迪轿车 停在店门口 但车钥匙忘了拔 第二天早上车就不见了 6月4号下午 又有一位女车主报警说 她停在某商场地下车库的 宝马轿车也被偷了 两天之内连续两辆轿车相继被盗 私民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接到报警后 私民警方立即调取 修车行周边的路面监控 开始排查倒车嫌疑人 监控画面显示 6月3号凌晨一点多 一名戴着头盔 骑着电动自行车的男子 出现在了修车行门口 这名男子先是在 多辆汽车周围转悠 随后试着去拉多辆车的车门 碰到一些没上锁的车辆 这名男子就偷走车上的 一些零钱和杂物 最后这名男子发现了 这辆没拔车钥匙的 比亚迪轿车 就直接将车开走 行车轨迹有点怪异 他开完车之后 在市区里面绕了一大千 然后从信林大桥出岛 然后到了海昌 再从海昌进岛 那又在岛内绕了半千 那到湖里菜坑那边 停留了两个小时 民警判断 菜坑很可能是 倒车嫌疑人的落脚点 经过走访调查 民警掌握到关键线索 嫌疑人正是租住在菜坑 一处出租屋的 39岁男子周某 6月8号下午 民警在湾越城商场内 抓获正在看电影的周某 并在滨海西大道附近 找到被盗车辆 据了解周某在一家酒吧 担任乐手 近期因为手头警 就想从车辆内盗窃财物 刚好碰上没拔车钥匙的 压迪轿车就顺手牵羊 6月4号下午 又有一名女车主报警称 她停在斯明区某商场地下 固定车位的宝马轿车不见了 民警通过调取商场周边的监控 发现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 开着宝马车离开 但女车主表示 她并不认识这名男子 民警通过走访商场工作人员 了解到 驾车男子姓孙 曾在商场的地下车库当保安 今年2月份辞职离开 另外民警还掌握到 孙某目前在后夕的一家公司当保安 6月5号凌晨 民警连夜前往后夕 抓获嫌疑人孙某 据孙某交代 她去年在商场地下车库当保安时 捡到一把宝马车钥匙 最近因为赌博输了不少钱 就动起了偷车的念头 就拿着之前捡到的车钥匙 开走停在固定车位上的宝马车 随后警方在滨海西大道附近 找到被盗车辆 目前两名盗车嫌疑人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谢从斌 吴国豪报道 家住海仓的女子小芳 想与丈夫离婚 获取孩子的抚养权 一位与她相识已久的网友得知后 称自己有关系能帮小芳解决 就这样 这名网友通过一人分饰多绝的方式 诈骗了小芳20多万元 网聊中 小芳和相识已久的QQ网友张某 互加了微信 多次聊天中 小芳向张某透露 她的婚姻并不幸福 而自己的丈夫跟法院有关系 离婚有些困难 张某则表示 自己认识某法院的院长以及律师 可以打点关系帮她办理离婚手续 取得孩子的抚养权 小芳没有怀疑 于是张某便将法院院长和律师的微信号 推给了小芳 取得被害人信任 然后再以这个法院院长 或者是这个律师 要这些诉讼代理费 然后打点关系的费用 然后一步一步诱导这个被害人 往他们的这个支付宝或微信转账 从今年3月至5月 张某以关系费 律师费 小孩抚养费等名目 骗取了小芳23万多元 拿到钱后 她就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 并且继续忽悠着小芳 谁知5月21号晚上 刚在酒吧挥霍完的张某 却因无证驾驶和醉酒驾驶被警方抓获 被我们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之后 小芳联系不上这个所谓的法院的院长和这个律师 然后之后就自己到这个某法院去核实了他的案件的进度 然后发现说这个从当时3月份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那个个人或单位去提起诉讼 然后他一直到被骗之后就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 接到报警后 民警通过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入手展开调查 发现张某的真名叫谢某 而之前推送给小芳的法院院长和律师的微信号 都是谢某的微信号 6月7号晚上 海仓警方在同安一家大牌档内将取保候审的谢某抓获 经查25岁的谢某来自泉州 去年辞职后便过起了游手好闲的生活 四处声称自己有关系网 可以帮助他人办事 从而进行诈骗 他租用豪车 然后平时出一些高档的会所 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这个附加公子 然后的话这个自己自称说 后面的关系网特别的特别的丰富 可以解决各种的事情 所以这个被害人的话 就去就信任这个嫌疑对象 警方初步查明 除了小芳以外 还有7名被害人陷入谢某的骗局 谢某从中骗取钱财超过50万元 目前犯罪嫌疑人谢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郁伯飞 高志强 特约记者林景报道 广告之后我们来共同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评价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了优据标准 到了晚上7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19 空气质量没优 如今很多人会选择在互联网上订购新鲜的食材 而伴随新鲜快递一起到来的 还有一个个保鲜冰袋 那么这些冰袋使用完后该如何处理 才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尽管不少冰袋标榜着自己可降解 对环境无污染 但专家表示 在不了解冰袋使用材料具体成分的前提下 无法评价冰袋是否环保 因此尽量不要随意丢弃这些冰袋 专家建议 在日常生活中 这些冰袋其实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用途有很多方面 除了用于生鲜食材的保鲜外 还可以在人高烧时进行降温 另外放在冰箱内 还能减少冰箱工作所消耗的电能 为了避免生鲜冰袋 可能带来的有关环境问题 目前有些电商已经采取了一些办法 比如在使用冰袋或冰箱 将食材送到居民家中后 将冰袋冰箱带走循环使用 或者是研发新的无军包装件 包装生鲜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扩散条件较好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优道粮 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 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